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的一周大事 雪瑩你好 翠士你好 尋仰見到今個星期北水南下的情況減弱了些 連同見到美國及日本都有意識會議影響了恒指的表現 率先同大家回顧一下 星期一港股在假期之後做好 互港通恢復 資金持續南下 利好大市氣氛 恒指最多升接近300點 全日升214點 報23,550點 今個星期有美國聯儲局及日本央行的意識會議 星期二大市官網氣氛變濃 港股缺乏方向 收跌19點 報23,530點 日本央行在星期三宣布維持政策利率不變 符合市場預期 但決定調整政策框架 港股反覆上升過百點 之後美國聯儲局同樣以不變認萬變決定不加息 維持利率在0.25至0.5厘 新西蘭亦都維持息率不變 持續低息環境刺激外圍股市向好 星期四港股亦都更升 一度重上2萬4關 大港股通有北水從港股離場的跡象 大市升幅收窄 收佈在23,759點 星期五全日表現反覆 行似星期五收佈在23,686點 整個星期累積升了350點 升幅有1.5% 而國企指數整個星期累積升了200點 升幅超過2%跑贏行之隔 星期五收佈在9796點 和大家跟進就是內地指數 星期一 A股在中秋長假期之後 服市做好 上升指數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佈在3026點 升23點 但兩市成交進一步萎縮至 3456億元人民幣 而當日北水買港股仍然身為活躍 南下投資港股的港股通 全日額度用了近3 近5.3 星期二 市場觀望美日央行議息會議 內地股市偏遠 上升指數收跌3點 報3023點 星期三 A股缺乏方向 物資繼續橫行 收升2點 美國聯儲局按兵不動 星期四 亞太區股市上升 上升指數靠穩 收升16點 當中房地產股強勢 星期五 A股集幅波動 上升指數收跌8點 終止兩年升勢 上升指數 星期五收佈在3033點 整個星期計 累積上升31點 升幅超過1% 看完大市的走勢 和大家看看 今個禮拜焦點的板塊消息 先看看內房股 國家統計局公佈 8月份70大宗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 和去年同月比較 70個大宗城市入面 價格上漲的城市有62個 下降的城市有6個 持平的就有2個 而主要一線城市當中 深圳商品住宅銷售價格 是最高的 岸年升幅達到37.3% 只是岸月升幅放緩了4.1個百分點 至於北京、上海的樓價 分別岸年升25.8% 和37.8% 內地樓市持續次熱 內房股今個星期普遍上漲 看看他們今個星期的表現 中海外整個星期的累積升幅 矮近7% 星期五收補於27.25% 華潤置地升幅超過7% 星期五收補於23.35% 萬科企業一個星期的升幅差不多半成 星期五收補於20.25% 碧桂園升幅超過半成 而世貿房升幅半成 富力地產升幅超過6% 星期五收補於13.28% 雅居樂升幅2% 星期五收補於4.63% 至於合景貸款升幅都是2% 星期五收補於5.26% 六成中國升幅7% 星期五收補於7.1% 恆大地產一個星期的升幅是2% 星期五收補於5.43% 轉看看就是子業股的板塊 子業股今個星期是做好的 當中九龍子業公佈年度業績 雖然順利去到3.1億元 按年要倒退5成4 但毛利就有28.3億元 都升超過3成3 受惠主要原料煤減少 毛利率更加自由 13.5% 卻至去到17.3% 加上派特別息 市場反應受落 多間大行亦出報告暢號 股價今個星期是跑人同業 而跟隨行業亦有持續整合 供需關係亦見到改善 旺季亦大協指價上升 刺激整個板塊上揚 多謝子業股今個星期都有破頂的情況 看看他們今個星期的表現 當中九龍子業整個星期計 升幅埋近有14% 收補於7.5% 而李文造紙亦都跟隨有破頂 升幅埋近9% 收補於7.05元 深信子業佈於4.03元 而整個星期都有升幅有近一成 而神明子業升幅埋近4% 收補於7.52元 陽光子業升幅埋近半成 收補於1.54元 全體看鋼鐵股的消息 中鋼協監測的八大鋼材品種價格 近月都有所回升 8月份中國鋼材價格指數是77.54元 環比升近8% 亦連續第二個月環比回升 另外行業整合消息繼續發酵 繼6月底正式開啟的 無鋼集團和無鋼集團重組 有指下一步鋼企重組 將會在安鋼和本鋼集團會進行合併 不過兩者之後 齊齊發通告澄清 並未收到合併的消息 但整個星期他們都有累積升幅 安鋼整個星期累積升幅埋近7% 星期五收補於4.07元 至於馬鋼方面升幅埋近3% 星期五收補於1.86元 重慶鋼鐵升幅3% 星期五收補於2.39元 首長國際累積升幅有6% 然後轉看看外圍方面的消息 日本央行在星期三中五公布議息結果 雖然維持基準利率-0.1%不變 賣債規模也維持在每年80萬億日元的規模不變 但推出新型量化寬鬆的政策 強調不會以維持貨幣基礎為目標 改以控制就是值利率曲線為政策核心 希望透過持續購買日本公債 將日本十年期的公債知識率維持在0的水平 同時也都說未來是不排除持續擴大貨幣基礎 直到通脹超過2%的目標為止 也都會穩定通脹維持在2%左右 有分析認為日本央行新的政策 能夠降低之前負利率政策 以及扁平的知識率曲線對於金融體系的傷害 至於美國聯儲局也都緊隨日本央行公布他們的議息結果 最終是以7票對3票維持聯邦基金利率 在0.25至0.5厘不變 即是有3名委員認為應該立即加息 反對票是2014年12月以來最多 今次不加息 主席耶倫解釋 雖然勞工市場是繼續增強 但就業市場限制和低通脹 令到委員決定等更多數據 來證明通脹邁向2%的目標才決定加息 並否認就是暫緩加息是受到政治壓力 耶倫說如果沒有重大的風險 不排除11月份就會加息 而從預測利率走勢的點陣圖反映 大部分委員認為今年只會再加息一次 三名委員認為今年不會加息 有四名就認為年底前會加息兩次 耶倫強調暫時不加息 不代表對經濟沒有信心 另外聯儲局官員對於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由三個月前預測的2%調低到1.8% 明年的增長就維持是2%的目標 今年失業率 預測輕微上調去到4.8% 明年就維持是預測4.6% 聯儲局下次的議息會議 會在11月1日至11月2日 離率期貨顯示 聯儲局如果去到12月才加息 機會升到5.2%左右 跟大家看完今個星期有甚麼重要的事 跟著跟大家看看下個星期的焦點數據 下星期一可以留意外圍美國的8月新屋銷售 星期二香港會公佈8月份進出口數據和貿易收支 而內地會公佈8月份的工業利潤 外圍方面可以看看美國公佈9月份的market服務2PMI數字和消費者信心指數 至於星期三可以留意外圍美國8月內用品訂單的初值 星期四最早是外圍的 美國會公佈第二季GDP 個人消費 8月份的成屋代完成銷售 歐元區會公佈9月份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中值 去到星期五數據比較多 香港會公佈8月份的零售銷售數字 內地會公佈9月份財新製造業PMI 而美國會公佈8月份個人所得、個人支出和PCE數據 日本公佈8月份全國CPI 歐元區公佈8月份的失業率數字 英國第二季GDP總值 今日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官網瀏覽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